中国地大物博,除了56个民族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的部落,其中有10个部落的行为习俗堪称原始。 这些最后的部落大多不足千人,甚至不能称其为少数民族。 他们长久以来传承的特别文化习俗被穷山峻岭保护了成百上千年。 随着旅游业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入侵,一切显得尤为珍贵。 今天,小人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中国现存的原始部落。 10.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 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那里的男人们自称吃油后裔,他们敬天为神,相信祖先的灵魂就隐身在月亮山的茫茫林海中。 巴沙苗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主要体现为乌文化和口成文化。 让人最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直到现在,几乎各个14岁以上的男子都扛着火枪和别着腰刀。 在巴沙,有无妖刀就是英雄和懦夫的标志,他们身穿自知自然的衣服,牵挂火枪,腰别砍刀,头流发迹。 独特的生活习俗吸引了外来游客的好奇,这其中,石枪要算得上最显著的特征了。 一来,据说巴沙人是吃油第三个儿子的后裔,二来,寨子位于深山之中,位置和环境决定了这是一定注定上母的民族。 群山之邻间,为了抵御野兽,也为了获得食物,巴沙人只能枪不离手,刀不离身。 虽然如今,刀和枪都失去了实用功能,却在漫长的岁月中成为一种象征。 巴沙苗寨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 九,最后的狩猎部落。 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多数人在山林中过着半定居半游猎的生活,陪伴他们日与夜的生灵就是驯鹿,他们是隐秘的鄂温克驯鹿人。 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劝将。 放陆时,厄温克驯鹿人用独特的发声器舞,陆哨发出高亢的声响。 陆群在寂静的丛林中,就能听到主人的呼唤,那是自然的声响,让人感动。 2003年,史路厄温克部落集体搬迁,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的俄罗古亚厄温克民族乡。 在此之前,族人们铸层螺子,由树皮等制成的尖顶型简易房屋。 帐篷、平房、打脸巴。 在森林里放养驯鹿,搬迁后上脚猎枪,无法打猎卫生。 族人们做了环卫工人,驯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或是外出打工。 大量驯鹿因生活环境周变,倒猎等原因死去,一度仅剩600只。 作为史路厄温克部落最后一人女酋长,玛利亚索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返回森林。 而搬迁近20年后的今天,一群厄温克小伙正在重回森林,以新一代人的方式延续着迅鹿民族的文化。 8.鸟人部落 在西中版纳的少数民族中,克牧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群体。 他们在树上造鸟巢作为住所,当地人又称他们鸟人,像鸟一样生活的人。 延续刀根火种的古老农业生产方式。 他们曾经拥有数十万同胞,建立过辉煌的克牧帝国,却难逃王国沦陷的命运。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独立的文字,只能以大量的传说向我们讲述往昔的争容岁月。 整个部落不到一千人,所以不能算作一个民族,只能叫克牧人。 克牧人没有文字,听不懂我们的语言,相互招呼时,用手拍嘴,发出哇哇哇的声音。 在建时,用右手在左手的手腕,由下外向上滑动手臂,绝对不能由上向下。 七、最后的鱼猎般若,查干湖,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前孤尔罗斯郡内,蒙古语意思为白素圣洁的湖,总面积420平方公里,是吉林省最大的内陆湖泊。 盛产胖头鱼、鲤鱼、鳞鱼等68种鱼类。 而依靠查干湖生活的蒙古族分支,查干卓尔人是目前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依然保持着用传统的捕捞方式,进行东捕作业的原始捕鱼部落。 捕鱼前先要祭祀,捕鱼部落的族人们在城地围绕插着九只苏鲁定的巨坛,摆放着九种供品和点燃九株檀香的供桌,和熊熊燃烧的九尊圣火,顺时针绕三圈后, 九名喇嘛合掌站立在供桌前送祈祝福的经文,之后走到装载鱼具的马拉帕厘前将碗中的酒撒倒在鱼网上, 然后回到供桌前拿起放在上面的包有养肚的红丑包,伸手高举,来到冰冻前将其投入冰冻。 早在一万年前,古老的查干卓尔人在这里以鱼裂为生, 他们逝时代代,逐水草而居,生于丝,长于丝,以狐为生,爱狐如命。 尤其是在寒冷漫长的冬季,他们更是依靠传统的捕鱼方式, 战胜严寒,为喜生活,繁衍生息,世代传续。 据辽史等记载,自辽圣宗开始到天作地,每年春节过后, 都要携平分群臣到查干湖进行凿冰取语,举行投语宴, 大雁群臣和各部落使节,义政外交,春尽奈还。 六,最后的小脚部落。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在一百年前, 中国的妇女判断自己是否美丽, 此也最主要的标准,并不是拥有美丽的容貌, 丰满的身材,而是自己的脚小不小。 三寸金莲,就是对当时妇女审美的一种评断。 从昆明向南出发,你会找到通海县的一个小村庄, 六一村,这里至今仍生活着三百多位船族的老太太, 他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 在这座乡村重宝迷宫式的老屋和巷道里, 随处可见蝉族的老太太, 这些老太太们都是在天族运动呼声最高的时候, 开始偷偷蝉族, 又在蝉族已成为彻头彻尾的陋席时, 超现实地塑造着他们的群群育族, 并向历史伸出了他们挑战似的三寸金莲。 五,最原始的母系部落。 提及母系社会走婚制度, 多数人想到的或许是游历僵尸, 顺便去卢国湖探秘。 实际上,在卢国湖的利尼边, 四川墓里的摩扫族人, 才是对母系氏族生活习惯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方, 也幸之美因为高山草店的环绕而得以纯粹地保留下来。 外来旅游者造访时, 通常都是女主人招呼大家进门, 而男主人后来才出现, 只是与大家喊声, 所以安排都是女主人说了算, 家里出现的都是女性, 男的都在一旁看热闹。 传统的走婚制形式的家庭格局, 在这里仍旧得以完全地延续。 四,允许带刀进人民大会堂的部落, 邓人又称邓巴人, 邓人是西藏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 解放前, 绝大多数邓人居住在深山老林, 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 进行刀跟火种, 实习一夫多妻的婚姻买卖制度。 如今, 邓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人头领甚至成为了唯一 护诊带刀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人。 邓人妇女, 从童年八九岁穿裙子时开始, 父母就要严格管教女儿, 不准吃牛肉、猪肉和鸡肉, 但鼠肉、麻雀、鱼、野鸡不在禁律之内, 否则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被指责为吃肉的女人。 这对邓人妇女来说是一种最大的耻辱, 一直要到生过三四个孩子后才允许她吃肉。 三、神秘的裸体部落 阿系为一族的一个知情, 阿系人崇尚火, 据说远古的时候人类是吃生食, 自从发现火的用途后就学会了吃熟食。 阿系的先祖们为了感谢火, 就每年定期地举行祭火仪式, 一直流传至今。 祭祀当天, 在村里等候的正年男子和未成年的男童分成两组, 都不穿衣服, 悄悄地集中到村外事先选定的隐蔽处进行化妆和纹面纹身。 他们用于化妆的颜料, 大多以本地土质的红、黄、白、黑、赫五色为主要颜色, 其代表图案以象征动植物图案和五色连环图案为主。 动物图案表现了村民们的动物崇拜, 五色连环图案则象征着对土地、日月星辰、 风雨雷电等大自然的崇拜。 他们把这些五颜六色的燃料按照各种图案涂抹在全身上下后, 又用棕叶和松果树叶, 编织成各种近似野兽图形戴在头上。 有的头上还插着飞行羽毛和兽皮等装饰品, 腰部用棕叶、棕片、地板藤、麻布等编织着裙幅围住下身。 也有着模仿原始人类用树皮树叶折体, 用粗狂的跳动和呐喊, 用虔诚的传统方式来表现古代鲜明生产生活过程,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同时用各种千奇百怪的不同姿势和体态语言来表达激火的含义。 阿西人一生都与火结缘, 所以阿西人把火尊为神。 成年人为了显阳刚之气, 夸张地装饰自己的阳具。 传说中, 这样的男子汉才能威武地成为火神的忠实卫士。 中洞苗寨距贵阳161公里, 位于黎安顺势76公里的紫云阁突河畔。 河内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阴森, 阳光从竹林的顶端照进洞里, 洞里的万物显得特别明快。 洞中人家一家挨一家分居在洞生前的两边, 基本不用顶盖, 沿洞就是一个天然遮风挡雨又闭日的大屋顶, 户一户之间用结实的竹笠巴隔开。 地上有积鸭蜜石, 乌船下有家养的小蜜蜂飞舞, 有画梅在歌唱, 船方上挂着收获的玉米小米之类的作物, 家门口有仿杀的妇女, 楼上有织布的姑娘, 男子汗边竹筐, 小孩子跳皮筋捉迷藏。 一,鱼皮部落, 黑龙江铜江市地处中俄边境, 是中国贺哲族的主要聚基地, 历史上的贺哲人以鱼猎为生,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潜水。 早年衣服, 被褥大多使用鱼皮缝制的, 素有鱼皮部落之称。 最厉害的是, 一些老一辈的鱼皮族人还能将房子建在水下, 和鱼一起生活。 贺哲族的鱼皮服在50年前开始逐步消失, 现在几乎已经见不着了, 只有个别民间老人会做这种衣服。